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今天要來談談第五個單元 這是我們的真值表版 OK 好 好 首先我們回到我們的這個語役學的一個基本預設 回顧一下 好 回顧一下 我們稍微review一下 我們在語役學的這個基本預設裡面 我們注意到的就是說 所有的命題基本上要麼為真要麼為假 對不對 不可能同時真同時假 或者不能同時不為真又不為假 這不可能 OK 好 所以我們通常用T來代表真 而且用F來代表真 然後上次有一位同學問我 他說老師這個我們可不可以用1跟0來表示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那只不過是說我們為了避免嗎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很多啦 所以我們還是同意用這個 因為我們會有很多表示法 比如說你會看到有些書 他會用小寫著T跟F OK 好 甚至有的書會用什麼符號呢 我稍微寫一下 有的書會用這樣的符號表示 你會看到有的邏輯書呢 他會真是這樣 好 然後假是這樣 有的甚至這樣用 那有的會用這個小寫TF 那我們當然是用這個大寫的 那有一些會用1跟0 都有都有 所以事實上他並沒有固定的用法 OK 那只是我們都這樣用 那就請大家配合我們一起這樣用就好了 好不好 當然可以沒有問題 你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 OK 好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麼同樣的 我們這個也做過了 就是如果出現一個命題 我們要考慮兩種情況 那出現兩個命題 當然就考慮四種情況 那如果出現N個的話 當然就是2的N四方 對不對 對吧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個 稍微專有名詞一點 就是我們這門課會遇到的 什麼叫可能情況呢 可能情況就是說 我們把原子一句做一個排列 排列之後我們要想像 它所有可能出現的樣子 所有可能出現的樣子 那所有可能出現的樣子呢 我們就會把每一個可能的 這樣的一個組合情況 我們把它稱之為Structure 就是所謂的結構 或者稱之為Model 或者稱之為一個Model 稱之為一個Structure 或者稱之為Model 什麼叫一個Structure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原則上大概是這樣 OK 好 比如說如果我們用P代表傅老師是男人 對不對 對吧 OK 我每次講到這個各位都遲疑 是有什麼問題嗎 我為什麼每次講到這個各位都要遲疑一下 這個令我有點納悶 好 傅老師是男人對不對 對 OK 很好 感謝各位 好 傅老師是男人這件事呢 有兩種可能的情況嘛 對不對 我們可以想像有一種世界是 傅老師是男人這個世界 另外一個世界就是傅老師不是男人這個世界 各位要記得不是男人不代表他是女人 不是男人包括傅老師可能是狗啊 可能是螞蟻啊 可能是椅子啊 可能是桌子啊 對不對 都有可能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吧 是不是喔 就是不是男人這件事並沒有推論出他是女人這件事喔 各位千萬小師 他只是把一個語集 各位想像我們的語集 Universal OK 我們一個語集 Universal 然後我們把它變成什麼 我們把其中是男人當成一個集合嘛 對不對 那剩下的都不是男人了 不管他是女人 是螞蟻 是狗 是桌子 是椅子 不管 反正他就是不是男人 OK 好 那有一個世界是P為真 有一個種可能情況是P為假 好 所以如果我們有兩個命題 那麼我們就會有四種情況 對不對 好 那四種情況呢 當然就是有可能P真Q真 P真Q假 對不對 或者是P假Q真跟P假Q假四種情況 OK 比如說傅老師是男人跟傅老師是好人 對不對 他有很可能出現什麼 傅老師是男人 而且傅老師是好人 對吧 是吧 那有可能出現傅老師是男人 但是傅老師不是好人 那也有可能出現什麼 傅老師不是男人 但是傅老師是好人 對吧 也有可能出現傅老師不是男人 而且傅老師不是好人 對吧 都有可能 那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有三個原子命題的話 我們就會有這個八種情況 這個我們很快可以看過去 好 接下來我們要關心的是這件事 就是我們要開始來看有效論證 誒 手臂太快了 好 什麼叫有效論證 來 各位把這個記下來 等一下我們要這個做test 就是說怎麼樣我們可以理解 它是一個有效論證呢 就是如果我們在這樣的一個論證裡面發現 它不可能出現 各位記得這件事很重要 不可能出現 不可能出現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只要符合這個條件 它就是有效論證 不可能出現前提皆真而結論為假 只要這個不出現 它就是一個有效論證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基本的練習 好 基本的練習很簡單 抱歉 太快了 跳過去了 它太敏感了 我常常跟它說不要這麼敏感 來 各位告訴我來 A論證是這樣 P或Q Q則R negationR則P 就是可以推出P 各位一眼看出它是有效論證 或無效論證請舉手 一眼看出來了 沒有 然後你覺得是有效的請舉手 也看不出來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有沒有一眼看出來 它是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的 B 論證B 有沒有 好 那你會問我說 老師那我們學這個有什麼用 對不對 對吧 為了彌補各位這個缺憾 我就先告訴你它有什麼用 OK 好 假設A這個論證是成立的 OK 假設A這個論證是成立的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我們要做的事大概是這樣 各位想想看 在座的各位別人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是習慣直接回答的請舉手 比如我舉個例子 我問這位同學 欸 這位同學貴姓 孫同學 孫同學你覺得傅老師是好的對不對 對 對 好 你看他就直接回答吧 貴姓 李同學你覺得傅老師是好的對不對 林同學你覺得傅老師是好的對不對 是 是 前面的同學都很認真在上課 林同學你覺得傅老師是好的對不對 是 好 那你們不准 來 李同學 我剛剛拿你當例子對不對 你覺得傅老師是好的對不對 9分90分 好 OK 假設這位同學因為我們剛剛拿他當例子 假設他對老師 剛剛的那個例子心存怨恨 他很講說傅老師不是好人 可是他又不願意直接講對不對 直接講就沒有90分 對 直接講就麻煩了對不對 好 這時候他怎麼辦呢 好 他就要設計論證 我們稱之為那個設計論證的概念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現在要告訴你 可是我不要直接告訴你 比如說剛剛這幾位同學講的對不對 對吧 比如說孫同學對不對 我剛剛問他說傅老師是不是好人 孫同學其實一直同意啦 可是他不願意讓老師太驕傲 因為他覺得老師如果問我說 老師是不是好人 我只要一說你是 那個老師就太驕傲 對吧 那我不想讓他那麼驕傲嘛 對吧 我們通常會發生這種情況對不對 對吧 是不是 比如說那個男生問女生說 哎呦 你覺得我是不是很愛你 那個女生就會覺得說 他回答是不是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他如果跟他說 對啊 我就覺得你很愛我 然後那個女生就會覺得說 哎 這樣講那個男生會太驕傲 以後他搞不好就不會對我那麼好 對吧 所以他要 design 一些東西 不要直接回答 但是他要說出那樣的話 OK 好 那怎麼辦呢 是這樣的 好 我們拿第一個例子來講 好 假設孫同學不要直接告訴我說 傅老師是好人 OK 我問他說 欸 傅老師是不是好人 他用了這段話 他就告訴傅老師說 老師 我告訴你 傅老師是好人 或者傅老師是男人 這句話聽起來很有藝術 好 那接下來呢 傅老師 如果傅老師是男人 則傅老師長得很帥 可是傅老師我要告訴你 你一點都不帥 好 聽完之後有什麼感覺 你要跟他謝謝啊 為什麼 因為他在說傅老師你是好人 你聽得出來嗎 聽得出來嗎 好 我再說一次 OK 因為你不想直接告訴他嘛 對不對 然後就跟他說 欸 傅老師是男人 或者傅老師是好人 或者傅老師是男人 對不對 如果傅老師是男人的話 那傅老師就長得很帥 可是傅老師你真的一點都不帥 然後我就跟他說謝謝 因為他在稱讚我是好人嘛 對吧 OK 你這樣可以了解那個意思嗎 就是如果你學過邏輯的話 你就會有更多這樣一個 創意性的一些想法 就是你不用每次就是 你要問你說你覺得我是不是好了 是 不是 這樣太直接了嘛 對不對 你如果不想那麼直接回答他 你可以委婉一點 然後去設計一個論證來告訴他說 OK 你是或者不是這樣子 OK 不要讓他太驕傲嘛 對不對 不過對我來講是比較沒有用啦 因為你跟我講完我推論一下我就知道 對吧 不過對那個沒有學過的邏輯的人來講 他倒是聽不出來的 OK 他慢慢地會對這個有點興趣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讓你的那個 思考上面的更加引人入勝這樣 OK 你不用那麼地直來直往 OK 就是你講話不用這樣直來直往 有時候傷人嘛 對 比如說你要跟我講說傅老師不是好人 你也可以設計一個論證 對吧 你不用直接告訴我我是一個壞人 對不對 或者也不用直接告訴我我不是好人 你可以用一個方式 然後那個只要結論不要講出來就好了嘛 因為我自己會推得出來的 OK 好 所以第一個如果成立的話 就表示可以推出什麼 從傅老師是好人或者傅老師是男人 如果傅老師是男人則傅老師長男帥 然後傅老師真的一點都不帥 可是傅老師一點都不帥 可不可以推出傅老師是好人 我們要問的是這件事吧 那第二個例子變成什麼 第二個例子變成傅老師是好人 或者傅老師是男人 如果傅老師長得很帥 則傅老師是男人 然後傅老師你真的一點都不帥 這樣有沒有推出傅老師是好人 我們要問的是這件事吧 然後就這兩個怎麼樣推論 好 那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Sorry 來看敏感 第一個 第一個列出來是這樣 首先我要跟各位說明一點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寫的時候 我要請各位跟我合作一點 就是拜託一下各位 就是我們寫的時候按照這個方式來寫 這個結構 Structure 的地方按照這個來寫 就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有八種情況 有三個命題有八種情況對不對 那我們一開始寫的時候是 四個真四個假 OK 再來是分別再處於二 這樣一路下來 就是兩個真兩個假 然後再來真假 真假 真假這樣 OK 好 那這個運算呢 我想各位應該都很厲害 我就不再多做了 OK 就是各位按照那個真值表去運算就好 我要跟各位談的是那個 有效論證的這個什麼 做Test 好 這個Test的原則是這樣 就是我們剛剛說有效論證的基本想法是什麼 我們的基本想法是什麼 就是不能夠出現什麼情況 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所以你要分兩步來做Test 第一步先看他有沒有前提皆真 那如果他沒有前提皆真的話 那第一關就過了嘛 你就不用再看了 好 如果發現前提皆真 你再去做第二步 看看他的結論是真還是假 如果是真好 他就pass OK 如果是假就表示這個論證是無效的 OK 好 按照這個原則 好 所以我們開始來看第一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是真真假前提 有沒有接真 沒有 OK 好 那就pass了 對不對 第一個就pass 好 第二個情況是真假真 也沒有接真 所以他會pass OK 好 第三個情況是什麼 真真假 欸 他也pass 對不對 是吧 好 第四個情況 真真真 麻煩來了 前提皆真 對不對 所以他要進入到第二個步驟 前提皆真嘛 前提皆真他就進入到第二個步驟 對不對 第二個步驟是什麼 要去看結論 好 結果你發現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什麼 真 對不對 好 所以他pass 所以他就通過了測驗 好 接下來呢 第五個情況是真真假 欸 沒有接真 所以他會pass OK 好 再來第六個也沒有接真 第七個也沒有接真 第八個也沒有接真 所以這樣看下來 如果所有的情況都可以通過 這樣的一個test的話 就表示它是一個有效認證 That's right OK 所以證明剛剛孫同學講的話是 我需要謝謝他的 對吧 如果孫同學跟我說 我問他說 傅老師是不是好人 他就直接跟我講 傅老師好人 或者傅老師是男人 對不對 如果傅老師好人 不是 對不起 如果傅老師是男人 則傅老師長得很帥 對不對 可是傅老師你真的一點都不帥 我還是要謝謝他 因為他在稱讚我是一個好人 對吧 因為根據這個論證 我們是不是可以推出出來 對吧 All right 是吧 OK 好 那如果是 Sorry 好 接下來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如果是有效論證的話 各位記得 如果是有效論證的話 你在寫的時候 你做完了對不對 你把那個真子表做完了對不對 那你在那個做測驗 我們期中考做測驗的時候 你把它做完之後 你只要在底下寫說 它是有效論證 這樣就可以了 註明一下它是有效論證 或者你願意把它寫成 Value argument也可以 OK 都可以 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 V 是這樣 好 V 一樣 我們把這個真子表列出來 會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再來檢查一下 我們會發現這件事就是說 好 第一個情況是真真假前提 所以他沒有接真 所以就通過了對不對 好 第二個是真真真 前提接真 所以我們需要做什麼 我們需要去檢查結論對不對 結論是什麼 真 所以通過對不對 對吧 OK 好 那第三個是真假假沒有接真 再來是真真真 真真真又來了 前提接真 所以結論要怎麼樣 看一下 它又是真 所以沒有問題 OK 好 然後呢 第五個情況是真真假 這個就不管它 第六個真真真 又來了 結果糟糕 這個結論是假 表示什麼 表示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各位我說過了 你要證明它是無效論證 你只要找到幾個情況就夠了 一個嘛 對不對 是吧 對吧 你只要找一個情況就夠了 對吧 你只要找到一個情況 你就可以證明它是無效論證 對不對 好 所以在這裡你會發現說 這個是一個無效論證 OK 那底下這個當然就不可能接真 就這個就把它通過了 好 所以這個沒有通過這個test之後呢 我們就要說它是蘊含關係不成立 或者說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那重要是怎麼寫 OK 好 來 各位我們在寫的時候要這樣寫 第一個你要寫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OK 然後它正確的sequent 我會要求各位把它寫出來 這個正確的sequent OK 這正確的sequent要寫出來 各位在做test的時候要小心 那個正確的sequent要寫出來 也就是這個蘊含關係不成立 就是畫個斜線給它 表示這個蘊含關係不成立 最重要的是底下這個要寫 就是反例結構 反例結構就是 使得它這個論證不成立的structure是什麼 OK 好 所以各位要把這個結構寫出來 就是P為甲Q為真 R為甲這個結構 使得它 我們用這個結構可以證明它是一個 無效論證 再來一次 如果你碰到無效論證 我們在答案裡面要出現三個東西 我要看到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你要寫它是無效論證 或者寫它的蘊含關係不成立 OK 就是你要在這裡寫上它是無效論證 第二個你要是把這個sequence寫出來 正確的sequence寫出來 OK 好 第三個要寫出它的counting example OK嗎 好 要寫出counting example OK 好 所以這三個東西要記得寫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很基本的練習 我想這個對各位來講都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我們以前 各位如果還記得我們在講那個 我愛你跟那個買鑽戒的故事對不對 你就知道這幾個哪些成立哪些不成立 對吧 我們可以請同學來發言 李同學 對 可以請你來發言嗎 對 你覺得哪些是有效哪些是無效 可以很快告訴我們嗎 C Valid or Invalued C 喔 考慮許久 欸 Why 為什麼要考慮這麼久 沒有把握 您覺得啦 您覺得 您覺得應該是有效還是無效 要記得當你女朋友握著你的手 搖著說你很愛我的時候 東西就趕快買了 對吧 所以它是有效還是無效 當然是有效吧 OK OK 好 好 那這個D呢 應該是有效還是無效 你應該是invalued 對不對 好 那C呢 C 對不起 E Sorry E應該是無效 對不對 那F呢 那是有效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很快 既然各位這個還記得這個 我愛你跟買鑽石的故事 我們就可以很快 我們只是要做一個基本的test OK 好 這個test很簡單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這個呢 如果P則QP 然後可不可以推出Q呢 我們看P則Q屬性是這樣 對不對 P是造寫前面這個TTFF 然後Q是TFTF OK 造寫 那你會看到第一個情況是前提皆真 對不對 這有前提皆真 好 結論也是真 所以通過了 是吧 OK 好 好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這一個有沒有前提皆真 沒有 這個有沒有前提皆真 沒有 這個有沒有前提皆真 也沒有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都沒有 這個沒有前提皆真 所以都通過TEST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論證 這是一個有效論證 對吧 是一個Value argument 好 那接下來 如果你考試看到這個東西 你就只要底下寫這個有效論證就可以了 好嗎 OK 好 接下來接下來是這個第二個論證 就是D 論證D 各位可以看到前提是P則Q然後negationP 對不對 好 一樣我們就只是這個都一 這個很簡單就是根據這個條件去的 這個assignment 你只要給它TFTT 然後這個是什麼 就是FFTT 對不對 然後這個加上女格性就是FT MT OK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論證呢 第一個是TF表示沒有接真 所以通過了 第二個呢 FF也通過了 對不對 第三個TT表示前提接真 那就要去檢查結論 結果你發現結論是什麼 假 所以可見它沒有通過那個TEST 對不對 那沒有通過TEST表示它是一個 Invalued Algum OK 它就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可以嗎 它又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好 那最後一個TD 雖然最後一個是通過的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第三個已經不通過了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一個無效論證 好 所以你寫的時候呢 要記得第一個 你要寫它是無效論證可以嗎 或者你願意寫它 蘊涵關係不成立也OK 就是你要選這個或這個寫得OK 好 然後呢 接下來一定要寫出它正確的sequence 是這樣子 OK 它正確的sequence 是這樣子 OK 好 接下來你要寫它的反例結構 那它的反例結構 當然就是使這個論證 可以證明它無效的那個結構 我們就稱之為它是反例結構 那這個反例結構呢 就是PF P是假 然後Q是真的那個結構 OK 或者你願意寫Counted Example 我也可以接受 OK 就是反例 你想要把它寫Counted Example也可以 OK 好 好 那這個E也一樣 E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一樣在這裡出現狀況對不對 它會有一個情況是使它前提結真結論為假 所以它顯然是一個無效論證 OK 好 那如果是無效論證的話 一樣你要寫出正確的sequence 以及它的Counted Example OK 好 好 那接下來F 好 F呢你證明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只有這個情況要考慮 前提結真 好 結果結論也是真 所以它就是有效論證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稍微複雜一點的例子 OK 好 那個剛剛那個例子都很簡單 各位只要記得那個 我愛你跟買鑽石的故事 大概就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 稍微複雜一點點的例子 好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G 它是A and B B or A 則A 然後呢 它的結論是A if you don't need B OK 那我們來看看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好 這個做出來之後你會發現 我們一樣把A列出來 它是真真假假 B是真假真假 A and B是第一個前提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它會是真假假假 OK 然後呢 第二個這個B or A 則A呢 我們會先做這個or 先做這個紅色的部分 先做這個紅色的部分對不對 好 然後再做藍色這個部分 OK 根據它assignment的去做 好 然後呢 接下來是結論 結論的地方就是兩個 如果值一樣的話它就真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值不相同它就假 所以它是真假假真 對不對 OK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test 第一個 這個是真 這個也是真 所以前提皆真 然後我們再去看結論 結論也是真 所以它通過了 好 接下來這個底下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都沒有前提皆真的情況 對不對 所以它就等於通過了這樣一個test 對不對 它是通過這樣一個test之後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這樣OK嗎 好 所以你在做完之後就是 你把這個真值表畫完之後 你只要寫說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底下注明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這樣就完成了你的證明 OK 好 那第二個 OK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h OK 我們這個h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的我們先把這個mN寫出來 OK 對 還有一個問題 是是是 好 這個要交代一下 我們在列那個structure的時候 大概會有一個問題 對吧 雖然我有告訴各位說 我們要從這個就是tt 就是我們從這個 第一個是比如說有四種情況 我們就把它除以2 對不對 先寫兩個兩個 再寫一個一個 對不對 對吧 這個我剛剛有講 可是還有一個麻煩是上面的原子命題 OK 好 上面的原子命題大概是這樣 有兩 通常有兩個方法 OK 第一個方法是說 我們就按照字母順序來 OK 比如說出現的語句裡面 有abcd 對不對 對吧 我們就知道abcd這樣排 OK 這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按照出現的順序排 OK 因為有時候你會發現 在那個句子裡面第一個出現的 也許是m 對不對 也許第一個出現是n 比如說把這兩個前提倒過來 那是不是在整個sequence裡面 n會先出現 對吧 Right OK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 那個字母排序比較後面的先出現 那如果各位把那個原子命題 有的寫mN 有的寫nN 那我們一樣會有點混亂 OK 所以原則上各位記得 就是我們在那個其中測驗的時候 其中測驗的時候 各位比較prefer哪一個 我們是按出現的順序排好 還是按照字母順序排好 各位希望用哪一個 我們就把它統一起來 哪一個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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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出現是比較正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怕有人會背錯字母順序 那如果按照出現它就沒有問題 1 2 3 這樣數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萬一那個 因為有時候慌張嘛 對不對 比如說出現那個A B C 他就忘記是A仙還是B仙對不對 他就把B寫在第一個 對吧 那我也不能說他錯嘛 對吧 因為我們講過嘛 這個沒有道理說你錯 只是我們希望能夠稍微統一一點 讓我們看起來比較容易一點 OK 所以我們就按照出現的順序好不好 各位記得我再講一次 各位在排列這個structure的時候 這個structure的時候呢 請按照題目出現的順序排列 可以嗎 就是第一個如果出現m 你就先寫m 第一個如果先出現n 你就先寫m 這樣OK 這樣應該不會錯吧 你按照那個次序來算 比較不容易錯嘛 對不對 對吧 不然萬一那個有的人 老師你還要考我字母順序 這對我來講太過分了 那這樣我就沒有什麼話要講 OK 所以原則上我們就按照出現順序 這樣就不會搞錯了 OK 這個建議是好的 是 感謝 OK 所以我們第一個出現m 那再來出現n 那我們就開始來看 首先我們看m or negation n 這個OK 這個 好 這個是要做什麼呢 這個呢 我們當然先做紅色這個negation 因為連接性比較強 好 我再強調一次 各位記得連接性的強度嗎 最強的是什麼 negation 再來呢 or跟end 再來呢 最後才是conditional跟equivalence 對不對 對吧 OK 這個要記得 就是它的符號強度 所以如果這個沒有用 那個括號來表示的話 表示你要先做這個negation OK 然後再做這個or 可以嗎 好 所以你先做negation 再做or 做出來會是這個藍色的部分 好 就是這個m or negation n呢是ttmt 那這個你n呢其實當然了 如果你很厲害對不對 你說老師這個我一看就知道 兩個negation吧 對不對 我們在做firmulation也講過 兩個negation會相當於什麼 他自己 對吧 就是我們講過說 我不是不愛你 對不對 跟我愛你是一樣的嘛 對吧 你就跟對話說 我又不是不愛你 你在告訴他什麼 我愛你 對啊 難道會聽著說 他在數對不對 對齁 對齁 不過 哥夫妻在講的時候不要太激動 因為激動容易口疾 那口疾就容易出現狀況 對不對 我不是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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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就麻煩了 那他就開始數到底是幾個 對不對 如果是偶數個的話他還沒有問題 激數個的話就麻煩了 對不對 OK 好 所以不要太激動 慢慢講 好不好 OK 好 所以這個呢當然最後就是n tf tf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這個一樣先做m對不對 所以是ff tt 然後這個conditional 我們就可以用n 小心前面是n 後面要用紅色這個 所以是tft OK 然後這個ff所以是t 然後這個tt 所以是t ft 然後是t 對不對 OK 所以原則上我們做出來之後 我們再去做test 好 做test的時候呢 藍色就是我們最後的結果 所以我們就看藍色的部分 對不對 好 藍色的部分呢 我們前提第一個有沒有前提皆真 有 對不對 好 所以你要去看結論 結果你發現這個前提皆真 這兩個藍色都是真 結果這個結論是假 表示他剛好就是我們的什麼 這個structure剛好就是我們的反例 對不對 這一個structure剛好就是我們的反例 對吧 第一個就找到反例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test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你到這裡就可以停下來了 對不對 因為第一個人已經證明了嘛 就可以開始直接寫答案了對不對 答案就是它是一個無效論證嘛 對不對 答案就是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OK 其實底下可以不用看啦 所以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然後反例結構就是兩個都是這個為真的情況之下 它就是一個 如果反例有兩個以上要多寫嗎 對 這個好問題 反例如果有兩個以上要多寫嗎 不必的 你只要寫一個就夠 我剛說過 你只要寫一個就夠 反例只要寫一個就夠 當然啦 我知道有些同學想要證明自己很厲害 就老師我不只找到一個反例 我找到好幾個 只寫一個會讓我覺得有點尷尬 對不對 我就覺得我應該都寫出來 表示我的能力很強OK的啦 你要寫我也不反對啦 可是我們只要看到一個就夠了 我們在做測驗的時候 你只要寫一個給我就夠了 OK 如果寫三個有錯了 如果寫三個有錯我就會算你錯了 因為你沒有答對嘛 是吧 因為話舌天腳嘛 對不對 對吧 是不是 OK 好 所以是這樣的 我們好像要證明一個人做壞事 好像也不用一直指責他嘛 對不對 好像道理是一樣的嘛 對啊 比如說孫同學對不對 對吧 我要指責他 我要把他所有做的錯事都講出來嗎 不用嘛 我只要講一件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我如果一直講他就會很 他就會很反駁了 告訴我什麼 你不用講那麼多嘛 我已經做錯一件事 我已經知道錯了了嘛 你不要再講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好像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就是你在指責別人的時候 你只要指他一件 他就已經覺得自己錯了 對吧 可是你再加很多 他就會惱羞成怒是不是 大概會這樣 來好 最後就變不理性 所以你要讓人維持在理性的狀態下 他比較容易認錯啦 OK 就是你不要告訴他 一下子給他太多反例 對不對 就是給他一個 OK 認錯就好了 大概也有這種思考啦 OK 好 那接下來 好 這個是重點了 好 來 各位來看一下這個論證 我們在前面其實做過了 各位會發現 這樣的一個sequence裡面少了什麼 這個sequence裡面少了什麼 少了前提 對不對 沒有前提吧 那在沒有前提的情況之下 在沒有前提的情況之下 這個結論 我們要怎麼證明 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方法是什麼 我們只是在結論對不對 對吧 好 那我們把我們剛剛那個信念找出來 我們把剛剛那個信念找出來 剛剛那個信念是說 我們不可能 有效論證是不可能找到 不可能找到前提皆真 結論為將 OK 可以嗎 好 那如果沒有前提怎麼辦 好 記得喔 沒有前提意思就是anything goes 對不對 任何情況都可以對不對 所以如果沒有前提 就表示我可以假設前提結真 因為你可以任意假設嘛 對吧 所以它的用意等於告訴你 當然它沒有前提啦 不過它的用意等於告訴你說 你就可以假設任何情況 那假設任何情況 是包括前提結真的情況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去設想假設前提結真的情況 雖然它沒有前提 就你隨便加它都為真這樣子 OK 好 就是假設你加了一堆 都為真的前提進去 好 那這樣的情況呢 誰變得很重要 結論嘛 因為你前提可以隨意假設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隨意假設 當然就允許你假設前提結真嘛 所以你只要發現結論有假 它就不成立 它就是一個無效論證 OK 你只要發現結論都是真的 那就不會違反我們剛剛的test 所以它就是一個有效論證 所以當這個時候你要去看 好 當這個前提沒有前提的時候 你腦袋裡面要想的是說 既然沒有前提 那就是任意假設都可以 所以我就假設它全部都真也OK嘛 對吧 好 那接下來看結論 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你做出來這個藍色的部分 你會發現它全副為真 表示你可不可能 即使你假設前提都真 你也不會發現什麼 你也不會發現什麼 你也不會發現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你也不會發現 對不對 因為結論一定為真嘛 OK嗎 是嗎 OK 是嗎 這位同學有沒有什麼疑問 好 歡迎各位有疑問就問啦 OK 你只要舉手告訴我就可以了 好不好 如果你有哪裡覺得有點阻礙著 不用客氣 你就提出來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思考上 會需要一點點時間 萬一需要這個時間的話 麻煩你告訴我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也就是說 我們雖然這個sequence裡面 你沒有發現任何前提 那沒有前提的意思各位要記得 就是我們可以讓它 任何方式都成立 對不對 那我就假設要前提接真 那我只要去做結論的test OK 你會發現這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它不可能出現前提接真結論為假的情況 所以這個是一個有效論證 或者說這個語意蘊涵關係是成立的 OK嗎 好 所以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接下來 好 又來了 這個少了什麼 這個少了結論 對吧 那少結論什麼意思 那就是結論表示你寫什麼都可以 對吧 那你的想法就要什麼 你就讓它圍剿對不對 如果結論都是假怎麼辦 Right 好 那既然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結論沒有東西 那你就想像結論如果都是假 好 那這時候你要讓它 看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你要看前提是不是接真嘛 如果有出現前提接真的情況之下 表示它可能會出現前提接真 結論為假 它就是一個無效論證 如果在這個test裡面沒有出現前提接真的情況 就表示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OK 好 所以我們在做test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把它帶進來 你會發現它帶進來的時候是藍色的 對不對 好 最後這個是真假真假 這個是假真假真 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它這個前提 這個前提有沒有接真的情況 沒有嘛 所以連前提接真的情況都沒有 所以更不用說它會出現前提接真 結論為假的情況 對不對 好 OK 好 所以它顯然是一個有效論證 OK 所以它是有效論證 而且它這個運談關係是成立的 就是它的這個語意的運談關係是成立的 好 那接下來這個方法當然很簡單 但是呢 我要來講講這個方法呢 它很重要的一個最後的一個定理 真值表的一個優勢在這裡 真值表優勢在於說呢 它要提供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是一個機械性的程序 OK 是一個有效的這個機械程序 就是一個effective的這個procedure OK 它是一個有效的程序 這個程序可以做什麼呢 保證你可以在命題邏輯 或者在語句邏輯裡面 保證你可以解出所有的論證 它是有效論證或者無效論證 保證喔 你給我任何命題邏輯 或者語句邏輯的論證 我都可以用真值表的方法 證明它是有效論證或者是無效論證 OK 而且它是mechanical 就是它是機械性的 你只要把那個輸入對不對 然後它就叩叩叩叩 它自己就可以算出來 對吧 真假值放進去 它就可以自己跑出來 然後告訴你它是一個valium argument 或者它是一個invalium argument OK 好 那這樣的一個方法 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通常把邏輯 這樣的一個特性稱之為decidability 就是它是可被決定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可以找到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我決定所有論證是有效或者是無效 OK 那這個我們稱之為它是可決定 OK 它是decidable的 OK 那我們後面到這個稍後一點 我們會提到所謂的undecidable 就是它有些東西是無法決定的 OK 那至少在目前我們在這個命題邏輯 或者在語句邏輯裡面 它是可決定的 OK 我們只要用真指標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這件事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各位想想看 如果有這樣的方法那太好了嘛 對不對 那我只要給你任何論證你都做得出來 對吧 我可以保證這件事嗎 就是你不用憑藉你任何的天才 不用任何天分 你不用說我要證明這個有效論證 我還憑著天分去證明 各位要知道在真指標法出來之前 它是需要天分的 我們什麼時候要證明我們的天分 很快 在下下週期中考完 我們馬上就要證明我們的天分了 我要告訴各位那個用天分來證明的方法 OK 那麼在真指標 真指標是二十世紀的事情 二十世紀初才出現的 所以在二十世紀初之前的邏輯學家 對 都是一堆天才 沒有錯 您說的沒有錯 二十世紀之前的那個邏輯學家是需要天才的 沒有天才就做不了那個邏輯學家 為什麼 因為他光證明他就證不出來 OK 那當然了二十世紀之後的邏輯學家還是需要天才 我並不是說那二十世紀之後的邏輯學家 都不用天才 不是 而是說他的天才要用到別的地方去 OK 當時是用來證明這些 光證明這些東西都要 好 可是麻煩來了 正如我們先前說講的 如果我們有一個原子命題 我們需要考慮這種情況 兩個 對不對 如果我有兩個原子命題 那我要考慮這種情況 四個 那如果我有十個的話 對 各位有興趣畫真指標嗎 如果我有十個原子命題 只要十個就好了 各位要畫幾個情況 一零二十對不對 各位都背過嘛 那畫得出來嗎 各位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那個picture 對 就是畫一千零二十四個情況這樣畫出來 對不對 然後光真假 第一個就要寫五百一十二個 第二個要寫五百一十二個這樣 這個 這題你做完了 不封者積西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對不對 做完你沒有發瘋的大概很少了 對不對 好 所以真指標雖然它是一個機械性的程序 也可以讓我們證明論證是不是有效 可是它的缺點在哪裡 就是太繁複了 萬一我只要那個東西一多 我就覺得難以負擔了 不要說十個啦 五個你大概就覺得很累了 對吧 四個還稍稍可以忍受對不對 五個以上大概就已經是接近你崩潰的邊緣了 如果我們其中卡出一個八個的叫你做 對吧 那大概每個人都會來找我抗議 是吧 因為光畫內體就可以花一天嘛 所以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太大的負擔 OK 好 所以呢 基本上真指標其實是真的有很繁複的問題 所以邏輯學家又在想 那怎麼辦呢 它這麼好的方法 可是它又沒有辦法解決那個很複雜的問題 就太繁複的問題對不對 對吧 OK 好 所以在稍後邏輯學家找到了一個東西 叫做short cut 這是捷徑嘛 對不對 對吧 就是找到一個好的方法 教你一個捷徑怎麼樣的直接達到目標 OK 可以嗎 好 這件事的想法呢很簡單 怎麼這個這件事要怎麼想的 這件事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假設我要證明這個林先生 好 我要證明林先生是好人 這件事有點麻煩 為什麼 因為我要好像要列表一個一個確定他是好人 對不對 對吧 Right 可是我要證明他是壞人 那就簡單多了 對吧 我只要告訴你 我跟你講林同學真的很壞 為什麼 因為他做了一件壞事 然後你就問我說 一件壞事可以證明他壞人嗎 當然啦 對吧 可是我如果跟他講說林先生是好人 蘇先生說老師你怎麼可以證明那個林先生是好人 因為他做了一件好事啊 老師你錯了 做一件好事不足以證明他是好人 是吧 Right 我們那個想法好像基本上 好像會有這樣的一個傾向 我不敢說一定是這樣 不過大致上好像你如果仔細觀察 大概會有這種傾向 就是我們對那個好人跟壞人好像會這樣思考 那這個short cut的意思就是這樣嘛 就是說好 那我們如果要證明所有的情況 是不是全部都要列出來 這件事對我們才是太累了 對吧 就是我要去檢視林同學 從以前到現在所做過所有的事 然後我才有證明他是一個好人 這件事太累了 這件事太累了 所以我們準備要怎麼做 我們的做法就是 我們假設他是壞人 也就是說我去看看他有沒有做什麼壞事 我先不要想他做了什麼好事 我先去看看他有沒有做什麼壞事 OK 如果找不到他做任何壞事 Basically 我們大概就相信他是好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你將來要這個看你的另一半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這樣看 有沒有相同 你當然是這樣嘛對不對 你當然是說 如果說我要嫁給林先生對不對 他不要 OK好 我知道你不要 假設我要嫁給林先生對不對 對吧 好 那我要嫁給林先生 我要考慮的是什麼 我要考慮的不是說他是不是都是好人 我不用去檢查他所有做過的事情嗎 才來決定要不要嫁給他 不用 我大概我會想的方法是什麼 我先去想想看他有沒有做過什麼對不起我的事 是不是 女生是不是這樣講 告訴我是不是 你是不是考慮他有沒有做對不起你的事 你很少去問說你是不是都做那些好事 好像不是嘛 通常我聽女生在對談的時候通常是說 嗯 基本上他沒有做什麼對不起我的事 OK的 嗯 很好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思考上大概是這樣吧 Right 所以原則上我們對shows card的想法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要去全部列表出來 這個對我們是麻煩的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想辦法什麼 去找有沒有反例 如果找得到 那就表示他是 如果找得到就表示他是無效論證嘛 如果找不到就表示他是有效論證嘛 對不對 好 那找反例是什麼意思呢 好 我們剛剛說過了 那個有效論證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給的基本定義是什麼 就是不可能出現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好 那我就先假設 既然他不可能出現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那我就先假設什麼東西 我就先假設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對不對 既然他的要求是不能出現嘛 我就先假設嘛 然後假設完之後我再去做test OK 那如果這樣的假設會出現矛盾 假設呢 我們發現我假設這樣 結果會導致矛盾 我先假設他前提都真 結論為假 我先假設這件事 OK 假設完之後我再去做test發現 他如果會矛盾 那就表示我的假設是錯的 我剛剛假設什麼 我剛剛假設他是無效論證 所以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對不對 那如果我的假設是錯的 表示他就是有效論證 OK 那如果他沒有矛盾出現 就表示什麼 我可以找到一個情況讓前提結論 結論為假 他當然就是無效論證 所以從我的假設有沒有得到矛盾 這件事可以證明他有效或者是不效 OK 好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的一個方法呢 看起來是比剛剛那個方法來的簡單多了 對不對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方法怎麼寫 我們先從剛剛的例子 從這個例子當然是剛剛也做過的 還有一些新的例子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剛剛的例子怎麼來這個做 好 第一個例子是這樣 OK 好 第一個例子 好 首先呢 各位要做這件事 就是把前提寫出來 好 這個前提寫出來 OK OK 這個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第一個前提 這第二個前提 OK 這第三個前提 然後呢 這個是結論 對不對 好 第一步先做什麼 假設 對不對 第一步要假設 假設什麼 我剛剛說過我要假設什麼 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一步假設是這樣 我第一步假設所有的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可以嗎 好 你假設完之後呢 根據你的假設去做運算 怎麼運算呢 好 我們從這個開始 你看 這個 這個叫negation r negation r 為真 表示 r 為假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negation r 為真 是不是決定了 r 為假 OK 好 這件事沒有問題 好 再來 如果這個 r 這個 r 為假 這個 r 是不是也要為假 那如果這個 r 為假 這個要為真 表示 q 一定要為 q 一定要為假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第二個結果 結果是這個樣子 OK 因為這個 r 要為假嘛 然後這個又為真嘛 所以 q 一定要為假 可以嗎 好 再來 你看 那這個 q 為假 p or q 要為真 那唯一的情況就是 唯一的情況就是 p 為真 很好 OK 好 對 唯一的情況就是p 為真 對不對 好 那既然這樣的話 各位會發現 你在這裡做到最後 你會發現這個 p 為真 這個 p 為假 所以這整個裡面出現了一個什麼 矛盾的情況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畫起來 好 根據各位很厲害的矛盾顯示法 應該是這邊畫個叉叉就可以 對不對 好 表示兩個箭頭相遇 對不對 對吧 OK 好 就是 contradiction 好 那因為我不曉得怎麼畫那個叉叉 所以我就寫一個矛盾 那各位其實畫個叉叉就好 可以嗎 這是你們慣常的矛盾表示法 OK 好 就是把它畫個叉叉就可以 那表示矛盾的話 就表示說前提皆真 因為你剛剛假設什麼 你剛剛假設了什麼 你剛剛假設什麼 你剛剛假設了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結果出現矛盾了 對不對 你剛剛假設了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結果出現矛盾了 所以表示你的假設是不成立的 對吧 你既然假設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不成立 就表示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我說服你了嗎 這個方法OK嗎 是不是比剛剛那個容易太多了 對吧 這方法比剛剛那個顯然容易太多了 對不對 對吧 所以我要多做一些說明 OK 就是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證明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OK 你只要這樣畫畫 然後就說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那是OK 所以各位覺得 我們在其中測試的時候 我如果規定你用真值表法來做 而不允許你這樣做 這個顯然是不對的事情 是吧 所以其中考不會開放的 你要用哪一個做我都沒有意見 OK 你說老師 可是我比較喜歡換真值表 OK 沒問題 你就盡量畫 你喜歡畫真值表法你就畫 那喜歡用這個你就用這個 沒有關係的 我們會開放的 就是你要用這個也可以 用這個也可以 OK 都可以 好 接下來第二個例子 好 第二個例子 好 第二個例子一樣 第二個例子呢 我們一樣先把前提跟結論寫下來 好 我們會發現這件事 發現什麼事 我們會發現 如果我們假設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好 那我們開始來做演算 同樣的我們從這裡開始 我們會發現negation R 是真對不對 那 R 當然就是假 OK 是吧 好 那再來這個R 是假 接下來就麻煩了 這個R 是假 那這個要真 那 Q 似乎是 真假都OK 是不是真假都OK 是不是真假都OK 好 所以這時候 Q 可以是真 也可以是假 對不對 對吧 好 那你就隨便先寫一個吧 先寫一個試試看 好 那你先寫一個 結果你發現 太快了 稍微一點 好 好 你就先寫一個上來 就是 R 為假 對不對 好 R 為假 Q 為真 先寫真 因為各位要記得 這個時候你要小心事 這個可以真 可以假 他並沒有一定要真或假 你在做test的時候要小心這件事 好 那結果你決定這個是真之後呢 你再放到這裡 這個是真 這個要真 那就表示 P 可以怎麼樣 真跟假都OK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跟後面來配合一下 後面這個是什麼 假 所以我們就給他寫假 OK 好 我們就給他寫假 好 這樣並沒有任何矛盾 對不對 對吧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子出來 有沒有矛盾的情況 並沒有 沒有矛盾就表示什麼 他允許這個論證允許什麼 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既然他允許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表示他是一個 表示他是一個無效論證 對吧 好 所以他沒有矛盾的情況 當然就得告訴我們說 沒有矛盾嘛 那沒有矛盾的話表示他允許這個 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 所以他是一個無效論證 OK 好 那這時候各位呢 麻煩一下要把他的conic example寫出來 OK 好 要把他寫出來 這樣OK嗎 好 你可以寫反例結構 也可以寫conic example 都可以 那或者你直接反例也OK 都沒有關係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這個 好 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M OK P則QQ則negation P 可不可以推出negation P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這個是什麼 第一個一樣我們假設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對不對 第一步 我們一樣假設前提皆真結論為假 OK 好 然後呢 我們大概是從這裡開始 各位要記得我們在做show cut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從最簡單的開始啦 就是說你從那個最容易做的地方開始 OK 不要從那個最難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有的人會有那個順序的那個偏值 就是他一定要從第一個開始做 否則他就覺得不安心 OK 好 那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他就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P則Q是真嘛 那請問他要考慮幾種情況 如果若P則Q是真 他要考慮幾種情況三種 那他就要畫三根 那個是給自己找麻煩啦 OK 所以你一定是從那個 最唯一決定的東西開始 他的做法就是說 你從那個唯一決定的開始 然後一路的做過去 OK 非必要盡量不要分開這樣子 OK 好 所以我們從最簡單的就是這個 對不對 negation P 這個是F 對不對 對吧 OK 所以它是T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呢 當然這個 negation P 這裡已經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裡呢 其實這裡就可以寫這個F 對不對 然後這個P 其實就是T 對不對 根據剛剛這個跟這個配合 好 那用這個來考慮這個的話 如果這個是假 這個一定要假 對不對 結果呢 這個針 這個針 這個一定要針 對吧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Q會是一個矛盾 對吧 OK 所以這樣子呢 你就會得到它是一個矛盾 那這樣的矛盾 你就會證明出 你假設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是不成立的 既然你前提皆真 結論為假不成立 它就是一個有效認證 OK 這樣夠清楚嗎 這個方法還OK嗎 我想是比那個簡單太多了 然後比起那個剛剛的這個正值表法 我想是簡單太多了 OK 所以我們在測驗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會開放這樣的情況 就是各位兩種方法都可以使用 我們在上個星期呢 我們已經談到了 有關於怎麼樣利用 真值表法跟簡易真值表法 就是我們short cut呢 去證明語意蘊含關係 對不對 我們截至上個禮拜是做到這個工作 今天呢 我們要做一個reverse的工作 OK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這個相反的工作 這個工作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大致上如果你任意給我一個語句 我可以用真值表來決定它是一個totology 或者是一個contradiction 或者是一個continuous sentence OK 這件事對我們來講是一如反掌 到目前為止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相反的工作 就是說 如果我給你一個真值表 你能不能告訴我那個語句是什麼 OK 我們要做這樣的工作 好 那這樣的工作是什麼呢 好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讓各位先了解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工作是什麼意思 OK 好 我先來做一個很簡單的示範 也許後面同學如果看不到的 麻煩你舉手讓我知道一下 萬一這個我寫的沒有辦法讓你看到的話 好 各位可以告訴我 如果我們在這裡給你一個真值表 好 如果我任意給你一個真值表像這個樣子 OK 我任意給你一個真值表像 黑板上所寫的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有PQ總共有四種情況 分別是這個真真真假假真跟假假 然後呢 我們給你一個真值表就是 5 是一個語句 這個語句的真值表的表現呢 是第一個情況為真 第二個情況為真 第三個情況為假 第四個情況為真 好 在座的各位請告訴我 你可以一眼看出5是什麼的請舉手 比我預期的少 應該是90%吧 來 快點 好 好 好 放下 謝謝 因為剛剛一看之下不知道對不對 好 沒關係 那你二看之下知道的請舉手 包括一看 對 就一看不知道對不對 沒關係 可是你二看之後就懂了 OK 很好很好 二看之後就懂了 對不對 好 事實上呢 大部分同學會發現 你其實呢 也許乍看之下一下子你不知道那個5是什麼 可是你仔細想一想 好像它也不難 對不對 對吧 好像它也不難 對吧 好 我們可不可以請這位同學告訴我們5是什麼 是哪一個 可以稍微寫一下 讓我看一下嗎 negation P OK 則 Q 是嗎 negation P negation P 則 Q 是嗎 是吧 是吧 它說的是對的嗎 各位告訴我是嗎 有沒有人有其他答案的 來 請說 Q 則 P Right 所以你的應該是什麼 oh negation P 則 negation Q That's right OK 所以應該是negation P negation P 則 因為要把它倒過來嘛 對不對 它是Q 則 P 所以是negation P 則 negation Q 對不對 OK 好 非常好 所以各位可以一眼看出來 這位同學看出negation P 則 negation Q 這位同學看出Q 則 P 都很OK 對不對 是吧 OK 所以一看之下雖然看不出來 但是二看之下馬上就會了 對吧 那如果看三次你還看不出來的 那就表示你前面那個爭執表示不夠熟悉了 OK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問題是這樣 好 我稍微把這個問題改變一下 謝謝 各位 一看就知道 Phi 是什麼的請舉手 一看就知道的 沒關係 一看看不出來對不對 好 居然是0%的人可以看得出來 好 接下來 看兩眼就知道的請舉手 真的有了 好 太好了 還要organize 一下 OK 太好了 如果看兩眼就看出來 這個人必然是邏輯高手 P or R and the Q? P or R and the fake Q 確定齁 我把它寫下來 P or R and the fake Q? 好 欸好像又不是 好 來 有沒有人兩眼看出來 沒有 三眼 有嗎 來 請說 P 箭頭 Q 箭頭 R 括號 括在哪裡? 括號 括在前面 好 來 P 箭頭 Q 箭頭 R 這樣對不對 是嗎?是嗎? 好 來 各位可以幫我做個test嗎? 它的是不是正確的 各位 根據我們真值表的計算 這位搖頭的同學 您對他有意見 可以告訴我們第幾個結構有問題 第五個結構有問題 好 我們來test一下 第五個結構 1 2 3 4 5 第五個結構 P Q P 是假 Q 是真 所以 P 則 Q 為真 對不對? P 則 Q 為真 R 是真 所以真真 所以最後是真 可是我們的結構是這樣 顯然您的formula是錯的 OK 好 各位從這裡就可以了解 這個日邏輯學家所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當然可以藉由一個語句 我們直接可以用真值表來看它 是一個什麼樣的語句 對不對? 這件事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反過來說 我願意給你一個真值表 你能不能告訴我那句話長什麼樣子呢? 這件事能不能辦得到呢? 好 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 對不對? OK 好 所以為了應付這樣的問題呢 好 我們必須要先有一個基本的一個 這個定理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定理來幫助我們 了解這件事能不能辦到 好 這個定理呢 我們稱之為含硬的完備性 OK 那根據這個functional complete的這個 這個呢 我們不做任何的證明 我們只說明這個性質而已 OK? 因為我們只用到它 我們不需要去做證明 在這門課裡面 我們不談論它的證明 那原則上這個所謂functional complete 它要做的是這件事 就是說呢 我們其實在這裡看到的一個狀況 各位看到這個phi 為什麼你很難理解那個phi是什麼樣子? 各位告訴我 為什麼你很難理解? 因為這個phi並不一定是一個二元的 對吧 不是一個二元的連接詞 它其實是一個三元的連接詞 對不對? 因為它連接了三個語句 分別是pqr 它是一個三元的連接詞 對吧? 所以意思是說 我大致上大概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OK? 好 我其實是說 這個phi呢 其實是類似像這樣 好 有一個三元的連接詞在那裡 對不對? 對吧? 好 那這位同學其實剛剛他已經走對了第一步 雖然他的formula不對 可是他走對了第一步 這位同學也是 他們都走對了第一步 他們都想要做什麼事? 他們都想要用二元的連接詞 去定義這個三元的連接詞 對吧? 所以他腦袋裡面充滿了那個p則q則r那個樣子 對吧? Right? 是吧? OK 是是是 對 這個是等下我要講的 對 沒錯 欸 你很厲害 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 OK? 很好 OK 那這個呢 這個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從這個來做二元連接詞的時候呢 他就有一個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我去找到定義這個三元連接詞的方法 OK? 而且這個定義要從哪裡來? 要從二元的連接詞來 OK? 好 所以對邏輯學家來講 他必須要去證明一件事 證明什麼事呢? 他必須要去證明所有N元的連接詞 都可以用二元的連接詞去定義 OK? 各位容我再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教的是古典邏輯系統 所以我們只談真值的那些含印 非真值含印不在我們討論範圍 也就是我們講的一定是那個 你的input有truth value對不對? 你那個input是有真假值的 你的output一定會有 你經過這個function 這些operator運算之後 一定會有真假值 這種我們才要 非真值含印不在我們討論範圍 所以如果你現在腦袋裡面 還有那個 non-truth functional operator的 請把它放在一邊 OK? 我們今天沒有用到它 好不好? 好 那所以我們原則上必須要去證明這件事 OK? 好 所以我們要去證明說 我們能不能用有限的二元的真值含印 就去定義這些n元的連接詞 好 那這樣的一個證明我們把它稱之為含印的完備性 OK? 也就是我是可以定義的 OK? 好 好 那原則上我們有這樣的含印完備性 好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最熟悉的 我們有這五個連接詞對不對? 在我們的language裡面有這五個連接詞對不對? 這五個就可以用來定義 OK? 好 那當然詳細的定義呢 我們其實大致上有說過就是 我們其實像那個第一個我們有五個連接詞 那麼我們的conditional 其實是可以用negation跟or來定義對不對? 這個我們在先前定義過 對吧? 就是說我們的P則Q 其實是可以換成什麼? P則Q可以換成什麼? negation P or Q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negation跟or去定義conditional 所以conditional可以是不要的 然後呢 我們的equivalence 就是那個equivalence的符號 那個其實也是可以用conditional來定義 對不對? 就是P if and only if Q 可以定義成P則Q and Q則P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所以後面那兩個符號其實是可以被定義掉的 因此我們會有底下這個negation end跟or 它也是functional complete的一個set OK? 好 那麼更有趣的是 邏輯學院就想 既然三個行 那兩個行不行? 結果發現也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有negation跟這個if then 還有呢 negation跟end跟negation or 這些都是functional complete OK? 好 各位知道 人類的 人類的野心總是沒有止境的 既然兩個行 各位馬上想到的會是什麼? 告訴我 告訴我 不要害怕 把你的想法講出來 既然兩個行 一個行不行? 對 太好了 你想到了 一個行不行? 我們有沒有可能用一個連接詞 去define所有的真值含印的連接詞 這個聽起來挑戰很大吧 對吧? 是吧? 但是呢 很不幸的 這件事情是可以的 而且我們還證明出來了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有趣的符號 我們稱之為chevel stroke OK? 一個我們通常稱之為more 一個稱之為none 我們可以用這兩個來證明 來做所有的這個語句 可以來定義所有的連接詞 OK? 好 但是呢 當然那個詳細證明我們就不多說 因為我們在這門課不會用到 我只是告訴各位說 邏輯學家跟各位一樣 都會有這種想法就是 我們能不能把這個系統 越變越簡單 對吧? OK? 可是各位不要忘記了 各位不要忘記了 邏輯系統跟其他東西一樣 你在某一方面變簡單 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什麼? 在另外一邊會更困難 OK? 好 譬如說 我們如果用的這個operator越少 我們如果用的這個連接詞越少 各位可以想像我們什麼東西會越大 說得很好 語句的長度會越大 對不對? 因為你用的符號少 所以你用的語句的長度就會怎麼樣? 越來越長 對吧? 好 各位我做一個小小的調查 這個調查其實還滿有趣的 我每次在上邏輯課 我都會做相同的調查 OK? 好 好 我再把剛剛這位同學的這個意見 跟我們講一次 就是說 如果用的連接詞越多 那我的句子就越短 對不對? 因為我可以表達的東西多嘛 那我如果用的符號少 我的句子就要怎麼樣? 越長 對不對? 對吧? 好 各位告訴我 如果你來選擇邏輯系統 你喜歡連接詞多 還是喜歡連接詞少? 哪一個系統是你比較喜歡的 請憑藉你的直接的反應來回答 OK 不需要想太多 不需要看旁邊的 不需要想老師在想什麼 OK 我們沒有任何的這個標準答案 好不好? OK 我只是做個調查 讓各位參考一下 OK? 好 你覺得你喜歡連接詞多 句子短的 請舉手 OK OK 好 滿多的 差不多一半 一半多一點 好好好 放下 謝謝 你喜歡連接詞少 可是句子可以容許要長一點的請舉手 還是有 那位同學可以嗎? 可以請教您嗎? 您是什麼系的? 心理系 這位同學 獨木系 還有嗎? 這位同學 什麼系? 醫學系 OK 好 嗯 好 很好 非常好 根據我每年的調查大概是這樣 跟各位稍微分析一下 因為我們今年沒有做實際問卷調查 事實上你會發現這個調查很有趣 就是說有人喜歡那個連接詞多 但是呢 他可以表達句子比較短 有些人喜歡那個連接詞少 但是他可能要表達句子很長 他無所謂 所以這兩種人差別在哪裡? 通常是這樣 通常我的調查結果是 如果是理工農醫 他會比較喜歡連接詞少的 通常啦 不是一定啦 我講的不是一定啦 我們當然是統計的啦 那這個文法商管理的 通常他會喜歡連接詞多 後來呢 我有一次跟這個幾個學院的同學 一起聊這個問題 就是在後來跟他們聊了這個問題 後來我發現有一個特點是這樣 就是說 為什麼理工農醫他們會比較考慮這個呢? 因為他們害怕證明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舉了五個連接詞 對不對? 那我每次證明我要證明幾個 我每一個都要證嘛 對不對? 對吧?那我就要證明幾個 Case 我要證明五個Case 可是我連接詞如果只有一個 那人生多美好 我只要一個Case證完 就什麼事都沒了 Right? 所以從證明的簡潔性來講 其實一個連接詞是在證明的連接詞 在證明上它是占便宜的 OK? 好 可是它在什麼上面是吃虧的? 它在表達上面當然是吃虧的 對不對? 對吧?因為它不那麼容易被你抓住那個意思 OK?沒有那麼容易被你抓住那個意思 好 那更有趣的是這樣的一種思考能力 它會延伸到你的日常生活 所以你會發現你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有時候你注意一下 你會發現有這種情況 有些同學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他都喜歡用很簡短的 不浪費時間的直接把你解決掉的 有嗎?有沒有這種態度的? 有嗎?對不對?對吧?好 可是各位不要忘記了 我剛剛說過了 你在這方面簡單 你在另外一方面就要付出代價 各位以後會懂的 比如說你跟你的這個另一半在一起對不對? 你每次它發生問題 你就想要兩分鐘把它解決 那你以後付出的代價就會比較大 對吧?可是你如果它每次發生問題 你就說沒關係 我們複雜一點 來 我三個小時聽你講 你慢慢講沒關係 如果你用這種態度 就是一開始它雖然很複雜 對不對?因為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呢?相對的它以後碰到問題的機會 就比較小 所以那種態度上大概會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你一定沒有辦法兩全其美 你在連接詞上簡單 你的句子就要變得比較長 OK?那你要讓這個你的句子比較短 那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你的連接詞要比較多 OK?這個大概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所以在這個科學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性質叫做簡單性 對不對? 我們需要那個科學有那個簡單性是最好的 對吧?什麼叫簡單性呢?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看 簡單性的意思就是說 好 各位告訴我 假設我現在有這個XY的data 對不對?好 假設我有這些點 好 各位告訴我 如果要你畫一個函數你會怎麼畫? 告訴我 直覺上你會怎麼畫? 如果要你用這些data畫一個函數你會怎麼畫? 對 就直接連上去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吧 如果我們一般來看 這個看起來很簡單 應該是這樣吧 對不對? 就連起來對不對? 是吧? 可是有沒有人想過要這樣畫? 有嗎? 還是有人想到要這樣畫? 有嗎? 好 這些畫法都可以經過這些data對不對? 對吧? 但是通常我們會想要選擇哪一個? 最簡單的 OK 那理由是什麼? 所以簡單性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所以我們都想要簡單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是說 那個所謂的簡單性是 你在某一方面簡單 你在另外一方面就要付出代價 目前我們知道的是這樣 OK? 大概你沒有辦法兩全其美 所以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個含硬的完備性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用它這個性質 來解決我們剛剛的問題 好 我們接下來解決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想要知道那個 我們想要知道 你任意給我一個真值表 我怎麼把那個語句找出來 對吧? OK? 我們要把那個語句找出來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 第一個方法我們稱為DNF OK 我們有一個 找法是DNF的找法 另外一個呢稱之為CNF OK? 好 它的想法大概是這樣子 它的想法是說 好 我們現在想要來找這個語句呢 我們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說 好 第一個方向是說 我們怎麼去組織一個真的語句 這是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我認為說 那個語句翻譯是真的 我怎麼把它組織起來 我怎麼告訴別人說 這句話一定就是 這個真值表著要表達的意思 第一個是從真的情況去組織 那CNF剛好倒過來 它是從假的方向去做組織 OK? 好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好 各位大概可以這樣想 好 它的這個基本構想大概是這樣 好 假設我給你這樣一個真值表對不對 你說 欸 我怎麼去組織那個 這句話要表達的東西 想法上大概是這樣 想法上大概是說 我們只要看到這個為真的情況 OK? 各位看到這個為真的情況 那這些為真的情況 再告訴我們一件事就是說 Fy這個語句必須要在 第一個情況裡面為真 第二個情況裡面為真 第四個情況裡面為真 可是碰到第三個情況它必須是為假 對吧? OK?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組織這個語句的時候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把所有為真的情況找出來 OK? 那特點就是 第一個情況帶進去要為真嘛 所以我一定要讓第一個情況帶進去的時候 它會為真 OK? 好 那第二個情況帶進去也要為真嘛 所以我要讓第二個情況帶進去也為真 第四個情況帶進去也要為真 對吧? 好 所以我們就是用什麼? 我們就是用disjunction的方式把它連接起來 就把一、二、四用disjunction的方式連接起來 為什麼? 因為disjunction的條件就是我們的選言對不對? 我們的選言條件是什麼? 只要有一個為真 整句話就為真嘛 有沒有問題? 我再說一次 我們的disjunction的意思是 只要有一個為真它就為真嘛 對吧? 所以我如果把一、二、四 這四十三個情況放在那裡 所以第一個帶進去 只要為真 整句話就真 第二個情況帶進去為真 它整句話就真 第四個情況帶進去它為真 整個就是真 想法上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一、二、四只要我讓它一個為真 整個句子就會為真 這就是我們選disjunction的用意 OK? 好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做的時候很簡單 我們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找DNF的時候 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這個disjunction裡面就是選顏項 選顏項就是說我們的一個disjunction裡面 每一個每一個單獨的那個我們把它稱之為disjunct 就是每一個在那個disjunction這個符號兩邊的 我們就分別稱為disjunct OK? 那在這個disjunct裡面它會是一個conjunction 這個conjunction是用來描述這個情況的意思是什麼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所以這個conjunction裡面它的conjunct都是 所謂的crazy atomic formula OK? 那什麼叫做atomic formula跟crazy atomic formula呢? 它的意思是說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意思是說 Sorry 它有點慢 好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它太慢 OK 好 我來這邊點好了 好 什麼是所謂的crazy atomic formula呢? 就是說 它如果是一個crazy atomic formula的話 好 若且為若就是if and not if OK 定義是這樣 就是這個formula本身一定是一個propodulator 或者是只有加一個negation的符號 OK? 就是它一定是propodulator或者是只有加一個negation 所以像p、q、negation、p、negation、q 這些都是crazy atomic formula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 像這類的都不是 比如說negation、negation、p、p則p 或者是p、or、q 這些都不是 OK? 這些都不是 這些都不是crazy atomic formula 好 那麼接下來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DNF找出來呢? 很簡單 我們的找法就是說 我們先把那些狀態描述的先把它確定下來 好 它的狀態是這樣 它的狀態是第一個state OK 第一個state sorry 這邊的同學是不是會看不到 看不到是不是? OK 我們可能要把這個椅子來 可以嗎? 我們助理力氣夠嗎? 果然是superman OK 好 謝謝 謝謝 好 感謝 I'm sorry sorry OK 好 不好意思 麻煩你們 對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好像擋住了 所以看不到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state的這個discription 就是說 這四個情況分別要講的是說 第一個情況就是p為生、q為生的情況 意思就是p and the q 是成立的 在這個情況下p and the q 是成立的 對吧 各位只要想想看 如果p代表傅老師是好人 q代表傅老師是男人 對不對 那在第一個世界裡面發生什麼事? p是真、q是真 那在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就是傅老師是好人 而且傅老師是男的嘛 這個state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state就是告訴你說 在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個情況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OK 所以第一個state就是告訴你 傅老師是好人 而且傅老師是男人 好 第二個情況有人告訴你說 哎呀 老師剛剛講那兩句話 p跟q對不對 p跟q講 那什麼意思? 那就是傅老師在那個世界裡面 傅老師是好人 但是傅老師不是男人 對吧 好 那第三個世界當然就是告訴我們說 p假、q真就是在那個情況裡面 傅老師不是好人 但是傅老師是男人 對吧 他在描述這個世界或者這個情況 或者這個結構裡面 那個樣子是什麼? p跟q的那個真、假的樣子是什麼? OK 好 那利用這個我們可以用來做這個DNF 我們要做的就是這個東西 好 所以各位可以跟著我來看一下 OK 決定DNF的程序很簡單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先把這個state discussion 確定好 確定好的時候 我們只要把這個出現真的狀態 利用disjunction的方式把它連接起來 就是我們要的formula OK 好 那這什麼意思呢? 好 我們來稍微做一下練習 好 首先我們來看 假設我們有一個真值表是這樣 OK 假設有一個真值表是這樣 然後我要把這個phi找出來 OK 好 那這個phi要找出來呢 我們其實很簡單 剛剛講的 有同學找出它是negation p 則negation q 或者是有同學找出來它是這個 q 則p 對不對 對吧 OK 好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其實做出來是q 則p 我們的DNF就是把剛剛為真的部分的state 那些state discussion 用conjunction的方式把它 用disjunction的方式把它連接起來 就是我們要的DNF OK 好 那為了要讓各位更熟悉一點 所以我稍微帶各位做一次練習 雖然各位應該很多人就已經搞懂了 好 也就是說第一步要做什麼 好 我們看到這個東西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東西 第一步要做什麼 第一步的做法就是 我們先找有幾個微真的情況 好 一 二 四 好 這個圈起來 對不對 有三個 三 Sorry 有三個情況對不對 有三個情況 OK 那三個情況的話我們用這個 disjunction的方式把它連接起來 OK OK 好 後面可以看得到嗎 後面可以看得到嗎 OK 好 如果看不到跟我說一下 是 看不到 有看得到嗎 可以嗎 可以 好 好 看不到告訴我一下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沒事 好 那接下來第二步怎麼做呢 第二步是這樣 第二步是說 你先來看 這裡有兩個命題符號 所以它需要有兩個位置來填那些formula 對不對 OK 所以我們在這裡做的講教訓是這樣 好 我們留著給它 好 我們留著給它 OK 讓你留著 好 接下來第三步的做法是說 我們把這些情況裡面 如果它出現的情況是真 我們就把命題符號寫上去 如果它出現的是假 我們就寫它的negation OK 所以第一個情況 P真Q真 所以這邊是PQ 好 第二個情況是P真Q假 所以它是P negationQ OK 好 第四個情況是P假Q假 所以是negationP negationQ OK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一個DNF 我們就找到了這個normal form OK 而這個語句就是跟若P 若Q則P是等值的語句 OK 好 當然各位要知道 我常常跟各位說 我們學完邏輯之後 我們當然不會把那個邏輯式子寫出來 然後照邏輯式子講話 對不對 因為這樣講話沒有人聽得懂 對吧 是吧 來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若Q則P 我們平常講話怎麼講 如果傅老師這個好人 對不對 那麼他期末一定不會把我當掉 好 這時候Q是什麼 傅老師是好人 對不對 對吧 P是什麼 期末會讓我過好了 我們用肯定句好了 不要用不 就是如果傅老師這個好人 則他期末 那麼他期末一定會讓我過 對不對 我們用肯定句 好 那我們平常講話是這樣講的 我說我後來想那這句話會等值於什麼呢 會等值於這個對不對 那我會怎麼講 有一個人問我說 老師 如果你是好人 那你一定不會當掉我對不對 欸 我就馬上可以想到這句話 我就告訴他說 我不會當掉你 而且我是個好人 或者 或者 我會讓你過 但是我不是好人 或者 我不會讓你過 而且我不是好人 這句話跟你剛剛問我說 欸 如果老師你是好人 那你會讓我過 意思是完全等值的嘛 從真字表來看它是等值的嘛 可是我們平常講話會不會這樣講 不會嘛 對不對 一定不會這樣講 對不對 好 所以各位要注意 以後你在哪裡不可以犯這個錯誤 知道嗎 各位不要以為你不會犯這個錯誤 很多人會把 剛剛我講那句話寫成後面那句話 什麼時候會發生 各位知道嗎 各位知道嗎 在寫論文的時候會發生 為什麼 因為寫論文的時候 他要寫厚一點嘛 然後就會出現下面那個句子出來 那個常常都會出現這樣子 OK 所以那個老師才會告訴你 你這個不要這樣寫 你的意思不過就是 如果老師你這個好了 那你就會讓我過而已嘛 你就不要寫那麼複雜嘛 對吧 所以各位搞懂這件事之後 你再到那個我們那個可愛的圖書館 去翻翻那些那個碩博士論文 你就會發現裡面有一堆 是這個還沒有搞清楚的 你還可以幫它改的 所以這個很常發生的 不只是在這個論文裡面 其實一般的文章裡面常發生 你不要以為不常發生 其實是很常發生的 因為就好像比如說有個同學跟我講說 講了很多話對不對 對吧 我就跟他講說 哎呀你講那麼多話 意思不過就是怎樣而已嘛對不對 他說對 是吧 那個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們其實講話不需要那麼複雜 OK 雖然我們可以找到那樣的等子語句 OK 但是不需要那麼複雜 OK 好 雖然我們很快來看這個DNF的這個做法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來看 Sorry 太快 好 好 如果是這個樣子 OK 這個有兩個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有兩個 OK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找出來 好 其實我們很快容易找到這個Phi的Formula 不過我們用DNF寫出來 就是把那兩個state description寫出來就可以了 OK 利用disjunction的形式把它連接起來 就是我們要的DNF OK So far Is that OK 好 好 那麼如果是這樣怎麼辦呢 各位告訴我如果是這樣怎麼辦 不要擔心嘛 既然四個都是真 那就 對 全部都要把它寫下來吧 不要害怕 OK 就把它寫下來吧 OK 雖然它很簡單啦 雖然它是一個totology對不對 不過它的DNF就是這樣 OK 就全部把它寫下來就好 四個那個state的全部把它寫下來 就是我們要的 OK 好 那各位馬上就可以想到接下來會是什麼 全部都要寫著 要寫DNF 要寫DNF 怎麼辦 第一個就卡住了沒有 沒有為真的情況怎麼辦 怎麼辦 好 很重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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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怎麼辦 萬一各位在期中卡看到怎麼辦 你這樣回答是要professional的喔 你就要寫什麼 你就要寫既然是這樣 那就 沒有DNF OK 你千萬不要空在那裡喔 你要寫沒有相對應的DNF OK 就是你找不到相對應的DNF OK 因為你沒有任何為真的狀態可以描述嘛 對吧 Right 所以你就找不到相對應的這個DNF 這樣OK嗎 好 那當然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了 如果碰到三個的時候怎麼辦 OK 好 我們直接來看例子 來 各位請告訴我 這個的DNF要怎麼辦 好 同樣的 第一步先把什麼找出來 要為真的情況找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有幾種情況 各位可以告訴我嗎 有幾種 三種情況 對不對 Right 那我把他寫一下好了 讓各位看一下他的解法大概是這樣 好 為了能夠讓後面的同學看得到 所以我特地寫大一點 各位請原諒我好不好 有三種情況 好 有三個對不對 OK 有三個為真的情況 分別是1 2 3 這三個 好 那接下來裡面當然要用什麼東西 裡面是一個 conjunction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要留三個位置 因為他有三個proportional letter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你要留三個位置給他 可以嗎 說吧 Is that OK 有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怎麼填 如果他為真 如果他為真 我們就直接填什麼 proportional letter 如果他為假 我們就填他的negation 太好了 好 所以呢 第二個情況是p真 q真 r 假 所以是p 然後呢 q negation r 非常好 好 再來是第幾個情況 第三個情況 所以我們要填p negation q r OK 再來是第六個情況 第六個情況的話 我們要填什麼 p negation p q negation r 非常好 OK 可以吧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DNF 這樣夠清楚嗎 這樣夠清楚嗎 這樣 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discounting normal form 是我們的所謂的normal form 你用這個方式 不管他是幾元的 不管他是一個幾元的真值含印述詞 你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把他的等值語句找出來 OK 那這樣幫助我們克服很多問題嘛 對吧 那這個其實跟我們平常講話是有點相關的 各位想想看 你平常講話的時候 你有用過三元以上的這種真值含印連接詞嗎 有用過嗎 很少對不對 你大部分都只用二元的 對吧 其實我們的思考上 我們其實都是把它定義成二元的在做 比較多 OK 我很少看到哪一位同學在講話的時候 他是用那個三元真值含印的思考 所以事實上我會認為說 他在邏輯上佔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日常生活裡面其實他顯現不出來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裡面好像很少這種思考上會用到這個 所以很多人沒有辦法抓住他的要點是因為 他總是用日常生活的方式去做思考 OK 不過他卻是邏輯裡面重要的一個思考概念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 這個是DNF的做法 所以呢 好 好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第五個對不對 好 那第六個呢 各位不妨來做個練習 這裡有幾個 這裡有1 2 3 4 5 對不對 一樣把這五個找出來 我們用剛剛那個方法一樣可以把它找出來 OK 好 我可以給各位10秒鐘的時間 各位自行練習 好不好 各位自行練習把它做出來 這樣 利用10秒鐘的時間 你們可以自行練習把它做出來 好 看起來是都OK了 看起來是都做得OK了 非常好 非常好 OK 好 好 有沒有問題要問的 好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要從另外一邊來 好 不過在走到CNF之前呢 有一個問題想要跟各位 對 剛剛各位應該做出來是這個樣子的 我想要跟各位說明一下這件事 就是說 如果它這樣都是F 都是False的情況 那根據我們剛剛講法是什麼 對 沒有相對應的DNF 對不對 好 可是那個phine我們會不會知道 雖然我不知道它有沒有DNF 雖然我們知道它沒有相對應的DNF 對不對 可是那個phine我們可不可以寫出來 可以啊 很簡單 我們隨便寫一個contradiction進去就好了 對不對 對吧 好 下一個問題來囉 我們如果隨便寫一個contradiction進去 會發生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們可以寫成 negation P 則P negation Q 則Q negation R 則R P and negation P Q and negation Q R and negation 這個就都可以 對不對 是吧 好 各位告訴我 那如果我們出了這樣的一個題目 結果有一個同學他認為 我要寫這個 S and negation S 請問各位 他這樣的想法是正確的嗎 好 我再回來 我再回來剛剛的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剛剛的 是這樣 然後那個phine他說我要寫S and negation S 這樣的想法是正確的嗎 各位會給他怎麼樣的評價 各位會給什麼樣的評價 來 蛤 可以 為什麼 有什麼理由 已經是矛盾了 符合他是矛盾劇 OK 非常好的理由 對 因為他已經是矛盾劇了 是 好 有沒有其他答案的 各位有沒有其他答案 您的意見跟他一樣 跟這位同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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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有沒有跟他不一樣的 我們喜歡不一樣的 我們喜歡不一樣的思考 來 請說 很好 你到底要問 你到底要問到回去寫真值表 你怎麼寫出來 倒回去寫真值表怎麼寫出來 是 怎麼辦 他說沒有S啊 怎麼寫 是 是 後面那個是P2S加一個Nation 是 是 他剛剛找了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他說我們就不要看S嘛 我們就隨便用個什麼P或Q代替那個S的位置 就好了嘛 這樣就好啦 把它當成一個schema的方式嘛 把它當一個 不要把它當成一個formular 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那個 可以取代的樣子就可以了 接受嗎 他的回應您接受嗎 還是不行 還是不行 好 沒關係 我來幫你improve一下 好 這位同學講的 他在講什麼 他為什麼不能接受你的提議 大概我想 如果我解釋有誤的話 麻煩請你糾正我 好 就是我想他的想法大概是這樣 他的想法大概是說 在這個真值表裡面沒有出現S這個proportional letter 對不對 沒有出現這個letter 對不對 所以對這個真值表來講 我們會說這個S在這個真值表裡面 它的地位是undefined 什麼叫undefined呢 各位想想看 各位在儲法裡面都做過 1除以0這件事對不對 1除以0老師會告訴你什麼 答案是什麼 1除以0 1除以0是什麼 沒有 對 實在是undefined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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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們做函數經常遇到的嘛 對吧 就是那個就是不行嘛 比如說X加1除以X加1對不對 對吧 那個X等於-1就是undefined 對吧 我們沒有辦法定義那個東西 所以如果他沒有出現 就會像這位同學講的一樣 他其實是undefined OK 那這位同學講的對不對呢 好像也沒錯 好像也蠻符合我們的直覺的 對吧 所以其實在這裡他會有不同的觀點 並沒有說哪一個對哪一個錯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它看成是undefined 當然這位同學的觀點是對的 OK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看成說 我們可以接受所有的這種 加上去他的那個proficionator的話 其實也未嘗不可 OK 好 那這個當然就會有一些麻煩 那這個呢 還會涉及到 我們在上次跟各位談到的 relevant logic的問題 對吧 就是相關性的問題 所以呢 原則上並沒有說 誰一定對或誰一定錯 但是呢 目前在邏輯裡面 哪一位比較占上風呢 我得告訴各位 是這位同學比較占上風 OK 您的沒有那麼占上風 雖然想法上沒有錯 我們一般也有人接受 但是呢 占上風的是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邏輯要求的不是比較嚴格的定義嗎 為什麼要那麼嚴格 因為他要做數學的基礎嘛 對吧 雖然這件事失敗了 但是早期他的目的是要做數學的基礎嘛 所以他的定義要比數學更嚴格嘛 OK 所以為什麼他會占上風 有什麼理由在這裡 但是事實上到目前的發展 並沒有說誰一定是對的或誰一定是錯的 OK 看你怎麼樣去捕捉那個符號的意義而已 好 OK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爭議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走到CNF OK 我們要走入CNF CNF的思考剛好從另外一邊來 剛好從另外一邊來 剛剛是從什麼情況為真去組織DNF 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從什麼情況為假去組織CNF 為什麼 因為剛剛是說只要整個 整個disjunction裡面 整個選言裡面 整個disjunction裡面 整個選言裡面 只要有一個為真 整句話就為真 好 那麼如果你要從假去做organize的話呢 他剛好會反過來 為什麼 因為整個conjunction conjunction齁 整個連演 整個conjunction 只要有一個為假 就會發生什麼事 只要有一個為假 整句話就是假 對吧 conjunction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剛好想法上是倒過來的 可以嗎 好 OK 接下來我們很快的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CNF 事實上他的理由大概跟這個DNF差不多 OK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的瀏覽過去 OK 就是他其實理由是一樣的 只是他的這個做的方式呢 他是從另外一個方向來考慮 好 那麼他的差別在於說他的state呢 他的state description呢 剛剛是用這個conjunction的方式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要organize是要organize他假的部分 所以各位就要想 剛剛說的第一個 如果是比如說P是傅老師是好人 對不對 Q是傅老師是男人 那麼第一個state呢 他講的是說P真Q真 所以他什麼時候為假 什麼時候為假 就只要兩個有一個為假就好了嘛 對吧 所以為什麼他這也是negationP or negationQ 而不是像剛剛的conjunction 原因就是說 因為他現在要講假的情況 不是要講真的情況對不對 所以假的話只要兩個其中有一個為假就OK了 好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決定這個CNF跟剛剛的做法 大概差別在這裡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先把出現false的情況找出來 OK 然後把每一個false的情況 因為它是有一個state description對不對 我們利用conjunction的方式把它連接起來 就是我們要的CNF OK 好 So 各位可以看第一個情況是這樣 假設這樣子 對吧 只有一個為假 對不對 只有一個為假 那不要懷疑那個state description就是我們要的CNF OK 好 所以它的CNF是什麼呢 好 所以它的CNF是這個樣子 OK 好 就是P or negationQ 因為它這個conjunction裡面只有一個disjunct 那個conjunct對不對 所以這個conjunct的本身其實就是整個conjunction 所以它不需要再連接其他的OK OK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同樣的 剛剛有這個第二個例子對不對 剛剛這個DNF我沒找過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找CNF 我們當然就找第一個跟最後一個對吧 好 找出來之後呢 我們會知道說它的這兩個呢 是negationP or negationQ and P or Q 這是一個conjunction 這兩個conjunct的分別是一個disjunction OK 好 這個就是它的CNF的寫法 好 那同樣的如果是三個的 好 我們要來做這個怎麼辦 好 一樣 我們就把這個為假的情況找出來 分別有1 2 3 4 5 對不對 有五個嗎 對吧 好 那它的做法 我再讓各位稍微帶各位練習一下 因為這個讓各位更熟悉一點它的做法 好 這樣的一個CNF呢 我們要做的時候是這樣 好 同樣的 我們一樣先把需要的份量找出來 我們有1 2 3 4 5 有五個情況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們需要五個conjunct 好 我們需要五個conjunct 對不對 好 這五個conjunct裡面呢 分別都是一個disjunction對不對 OK 好 那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因為它現在要organize的是 這個使它為假的情況 對不對 使它為假的情況嘛 所以什麼時候使它為假呢 我們要放的方式是說 如果這個命題符號在這個情況裡面 本身就是假 那我就直接寫上去嘛 因為我要讓它為假的情況嘛 那如果它是為真的 我就要放它的什麼 negation OK 跟剛剛DNF的想法剛好相反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一個情況為假是P真 Q真 R真 好 所以我在寫的時候是 negation P or negation Q or negation R 好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我們填上去 因為三個都是真 所以我們三個都要加negation OK 好 再來是第幾個情況 第四個情況 第四個情況是P真Q甲 R甲 所以它是negation PQR OK negation PQR 好 那麼再來是第五個情況 第五個情況是P甲Q真 R真 所以它是什麼P negation Q negation R 好 再來是第七個情況 第七個情況是P甲Q甲R真 好 所以是PQ negation R 好 再來是最後一個情況是P甲Q甲R甲 所以是PQ OK 這樣就完成我們所需要的CNF 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算一下 OK 它跟我們剛剛那個DNF一定是等值的 不用擔心 一定是等值的 OK 好 好 到目前為止DNF、CNF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好 OK 很好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解決了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 我們不單單可以用真值表來決定這句話是什麼 我們也可以倒過來用真值表來決定這個語句是什麼 OK 好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讓各位做練習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 各位如果回家看那個練習 我們在練習裡面有一個題目是這樣 我們說要去找 譬如說 各位如果回家看那個第五單元的練習 我們會有一個題目是這樣子的 讓各位做一個練習是說 好 假設我給你一個題目是P則Q則R 好 我們要找出它相對應的DNF跟CNF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好 第一步當然要做什麼 把它的什麼寫出來 對 把它的真值表寫出來 OK 各位第一步回家先算它的真值表 我這樣寫的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要你找相對應這個語句的DNF跟CNF 意思就是你要先把這個語句的真值表寫出來 再利用剛剛我們寫DNF跟CNF的方法 把它找出來 那個就是與它等值的DNF跟CNF 這樣可以嗎 OK 好 OK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地把這個真值表看 好 那萬一這樣怎麼辦 好 現在應該會回答了對不對 現在應該會回答了對不對 對吧 這位紫色的同學願意嗎 請問貴姓 好 余同學來請教一下 這個CNF怎麼辦 請問您要怎麼回答 好 莫擔心我們旁邊還有救援偷手 對 它沒有CNF 這樣可以回答嗎 OK 好 再幫你複習一下 我想是剛剛一緊張忘了對不對 因為貝老師一叫 太緊張了就忘了 沒有關係 OK 基本上這樣的情況我們會發現 你根本寫不出任何相對應的CNF對不對 那很簡單你就寫它沒有相對應的CNF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 OK 好 所以同樣的 我們就可以來問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說 那是不是會有這樣的情況就是 如果它是tautology的話對不對 那我們任意寫一個tautology 是不是一樣可以 比如說不出現PQR 這樣的一個proposition letter 那樣的一個tautology是不是可以 一樣可以問這個問題